大家好,我是追隐,今天去我们的缺荒铃耳风,再起加强满事故的说,这反应修正确对着新鸽 哎,跳D,C,D,重手,B,C,百合者,但是最初还是闪出去了 来看跳C,破防之后,八神也是一套压制,葵花,圣龙剑音快速闪身 跳C,再在破防,但是仍然被摁倒在地,八神快速闪到背后百合者 哎,想抓上一手,但是没有抓住 八神顺势,继续向前一波压制,葵花,再点,百合者,没有连到 哎,跳C,破防,反身位,圣龙剑音,再连踪一套,这两个八神像疯子一样的 这个鸭子能力都像疯子一样,但是还是被肖成全抓到最后一次机会,崩了个柴华 哎,十七连一套,搬八神,后车,地波,前起跳C,哎,又是连下的小影跳 跳D,没有押住,后车,又被肖风逮到,重手B,圣龙剑音,来上一套 连续循环三次之后,接上八只女,奔上天空,给一个柴华 哎,新哥这一套是七连,最终,应得此次战斗,下面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肖成全的金家帆了,这个八神更是势不可挡 后车,百合者,跳天封空,百合者再勾一下,哎,C,D,清手,连招压制 在这种压制之下,金家帆也反到身后,哎,重腿BC,没有连珠 后车闪身还是被踢脚,下巴金腿旋风踢,哎,又中了个C,D 好像被压得很难过,啊,刚那个C,D,啊,哎,跳C,破防,没有压住 助手一套,没有连珠,BC过后,下巴两点,奎华,圣龙剑音,再连一套,哇 八神有点绝望了,这一把,先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新哥的这K49,有没有经验的操作呢 后车闪身,快速闪到背后,再次破墩房 对手当然,防住这一招,哎,起跳,清手,破墩房 我们再破墩房,但是又被金家帆防住了,又被金家帆这个防御闪过了 飞烟斩走一个六连,然后跳最压制,逆向过顶,清腿追加 一脚踢该再连上吗,哎,还是被打,然后KC就后车,闪身,跳地,没有压住 结果一个文污手插了过去,让对手掉血过半 哎,再次,我们看前冲,继续刺 哦,烧到,一不小心被烧到,金家帆,什么来到下一局的 好像有点蒙了,萧承拳这局被一个武功手打的 来看萧承拳的猴子现身,哎,开场就被刺到 看猴子逆向进攻,跳飞压制,清腿BC,BC攻逆向过顶 请下半两点在街上,哎,又一个逆向,连续的反跳逆向 看K49该如何,哦,被转,转接飞翔脚,飞翔脚接抄臂 这是一个什么操作,这么宽 哎,四十连终,看猴子再次一个逆向寻找机会 K49貌似已经蒙了,呃,被刺,还剩一滴血,一个轻手 还想向前蹭啊,一个轻手没了,双方来到下一局 下一局看新歌最后一个金家帆了 金家帆出场这个音乐立马变了 中腿,一脚踢到BC,下盘一点街上,没有连住 哎,起跳起跳,现在又被接翻了,哎,金家帆,逆向 跳C,没有连住,后车,还是被踢一脚 猴子有点闷啊,这局,玩的好花 哎,又转,这一个转可能被金家帆连到 旋风腿接必杀,空中一个CD,结束 大家想点一下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